w 我们今天继续谈金石哲学第35条 实践重于知识 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工作 甚至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知识跟经验 往往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都必须要真正的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努力的去进行去践行 所谓的实践跟知识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有了知识 然后才会开始来进行各种不同的过程 经营企业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把每一个时间 都用在工作践行上面 所以当然很多部门的主管也好 员工也好 常常会遇到只是会讲 而不知道真正的去进行所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想的一切 都必须要真正的去践行 又拿很多的研究工作来看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结果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来复制 而为何没有办法来复制 又讲回来 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经验 我们自己没有亲自的去操作 就拿我们在拍摄的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 我们空有知识 我们一个摄影师 他只有知道说如何拍摄 如何拍机 如何种种的机具的操作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拍过 没有办法有所谓的临场的这些经验 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拍出 很好的一个成品出来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希望可以让自己真正的玩起袖子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真正的来落地 面对自己的工作 努力的来进行 把这样的精神也感染给所有的员工 让每一个员工 把这样的精神落实在 每一个个人的工作上 这样子全部的员工 可以得到更多的实际的经验 而这个成果 其实大家都就看得到 一个企业经营的力道 其实就在于此 一个企业可以成功 并非这个企业有多大 而是在于这个企业 是否真正的有扎实的实力 那这个扎实的实力 不单单只是来自于 企业的领导者跟部门的主管 而是在于每一个部门的 全体员工的内心 以及经验上面的累积 这样子才能成为 企业强大的经营力 也才能让自己的企业 可以在这个产业上面 占有一席之地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